大家好,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把Nexus 5 的屏幕和音效進行優化 首先我們要在網上下載這三個檔案 一個是DisplayControl.apk,另一個是FAUXSoundControl.apk 第三個是HammerheadFAUX123.016UR2.zip 我們現在把手機連接到電腦 我們將剛剛下載的三個檔案放入手機的內部儲存空間 放入手機的內部儲存空間 我們現在可以把手機關掉 我們現在把手機關掉 好了,關掉手機後,我們便按下音量減和電源鍵進行開機 隔了一會後,我們便會進入Fastboot mode 我們現在按兩下音量減 直到這個箭墊選擇了Recover mode 再按下電源鍵 好了,隔了一會後,我們便會進入Fastboot mode 我們現在就算選取回左上角的設定 然後找回剛剛放入手機的那一個 這個,HammerheadFAUX123.016U的CFile 我們按一下它,然後我們就可以拉過去進行安裝 安裝完成之後,我們就按一下 Reboot System 開啟手機後,我們就進行文件的管理器,例如在Wood Explosor 內 開啟手機後,我們就找到剛剛放了兩個APK 檔案 一個就是 Display Control,我們就先安裝它 開啟手機後,在平板點上也在會售大 藥肌身後,我們要先把手機放到了 然後,我們解散一下 FB的結果,我們先將所有手機放置 V5RUX 手機可能有 result 而不是外出實能控制它的 necessity 現在安裝了這個FAUX Sound Control 現在兩個都安裝完成 我們進入自己手機的程式列表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FAUX Sound 我們打開FAUX Sound 現在就會問我們是否受權給SuperUser 我們現在可以在這裡修改音量的大小 另外,我們剛剛還安裝了一個 DISPLAY CONTROL的形容程式 我們打開FAUX Sound 同樣,它都會問你是否受權 我們還是選擇手權 好,我們現在就按一下 Low A Color Profit Profile Low A Color Profile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在這裡看到有很多 不同的英文字 不同的英文字 這裡的不同的英文字 就是代表了不同的色調 是預設在這個內核裡面的 我們可以自己選擇 其中一個去試一下 例如是這個FAUX123 然後再選擇這個應用 我們現在看到 很明顯的色調 現在變紅了 現在 另外,我們還可以自己選擇 其他不同的色調 好,今天的教學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好,再見